高达100多米 加利福尼亚红山 比地球上其他6万多种树都要高 它们生长在雾蒙蒙的内华达山脉群山中 巨大的树干支撑着世界上最高的一只树种 但是这些庞然大物高度似乎也有极限 在现有记录上 没有红山高过130米 很多研究者说 它们不可能超过这个高度 即使它们再生长上千年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止它们不能一直长上去呢 这一切都跟树叶有关 树木要生长 就要把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和根晶系统吸收的营养 送到生长的地方 就像血液在人体循环一样 树木本身需要有两种树叶通体循环 带着树细胞生长需要的所有物质 第一种是韧皮树叶 包含树叶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 韧皮树叶很稠 像蜂蜜 沿着植物的韧皮组织向下流动 把糖分送到树的各个部分 这个旅程的最后 韧皮树叶变成很稀 类似水一样的物质聚集在树的底部 韧皮的旁边是树的另外一种组织 叫木质 这种组织充满了营养素和像钙 钾 铁之类的离子 由树通过它的根部吸收 在树的根部 这些组织里的微粒分布不均匀 因此韧皮树叶中的水分被吸收到木质中来调节平衡 这个过程叫做渗透运动 且会产生营养丰富的木质树叶 这些树叶会沿着树干向上 把营养传送到整棵树 但是这项任务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 重力 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 木质要依赖于三种力量 蒸腾作用 毛细作用和根压 作为光合作用的一部分 树叶会打开和关闭它上面的气孔 叫气孔 这些气孔让氧气和二氧化碳从叶子进出 水分也通过这些气孔蒸发 这种蒸发叫做蒸腾作用 这会在木质中产生一种负压 把液体的木质树叶往树上方拉 这种拉力还得到水的一种基本特征 毛细作用的帮助 在微小的管道里 水分子间的吸引力和水与周边物质的粘结力加起来超过重力的作用 在木质纤维中 毛细作用无处不在 这种木质纤维比人的头发还细 这两种力量推动树叶向上 树根部的渗透作用也产生树压 把新鲜的木质树叶推上树干 所有这些力量一起把树叶推到惊人的高度 进行营养分配 促进新叶子生长 进行光合作用 在远远高出树根的地方 尽管有这么精密的系统 树木的每一厘米增长都要和重力作斗争 随着树越来越高 这种生命之叶也越来越少 到了一定的高度 树再也补充不了光合作用所蒸发的水分 没有了在生长所需的光合作用 树就把它的营养送到现有的枝叶上了 这种理论叫做液压限制假定 它目前最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树的高度有限 即使在最理想的生长环境中 利用这个理论 加上生长率以及已知营养 其光合作用的需求量 研究人员已经能推断出 一些树种的极限高度 到目前为止 这些极限都很准确 虽说世界上最高的树 仍然低于其极限15米 研究人员还在试图解释 这些极限的原因 树木停止长高 也许不会有统一的原因 在我们了解更多之前 树的高度应该是地球引力的 又一种表现 它基本上界定了地球生命的形态 种力并不是植物为了生存 而必须克服的唯一障碍 从真菌到毛毛虫 再到大象 植物不断受到攻击 植物开发了迷人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通过这段视频 了解植物的防御机制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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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解释